中火支援的6号机组 25号凌晨3点多破管 持续抢修当中 对发电量会不会有影响 台电评估 25号发电负载 比前一天低蛮多的 所以可以维持稳定供电 疫情影响 很多人在家上班 学生在家上课 用电量持续攀升 台电却屡出状况 9号机组24号已经破管 所以6号机组补位 没有想到支援的6号也破管 许多区域已经陷水 又停电的话 真的会让民众恐慌 台电全力修复两座机组 最慢27号就会正常供电 大家先问台中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